我们最近几些课先把这个实际上常见的一切说完的 那么圣经课说了天语贵人再补一道 这个天语贵人啊 上面这个圈儿中间没有雾 唯独空了这个雾 雾土为中 所以说藏起来了不用 才能勉强把这一圈夹一笔 去看少年和那个头发刚擦 还有一种说法呢叫这个春宫押运 就是盲派的这个 他的一个远离处处啊 就是押到这一天的时候 比如说 家贵人在丑位 那么实际上 他的贵人位是在祝福 那为什么这个叫贵了呢 因为他把这个贵人合住了六盒 六盒是最纯洁最简单的 就是要合他 把这个贵人位合来 那所以才贵 特别合贵 那才是你的 这是一种说法 不过听听也很有道理 因为每一个都刚好串压到这个地方 那也是其中一种解释 勉强说得通 那么我们说华盖 华盖呢是引武虚见虚 虽有丑见丑 神子臣见臣 就是 还不为见卫 华盖进行一马 刚好是三个位置 什么位置呢 就是说 华盖 它是代表一种静 头顶乌云遮盖 遮风挡雨 但是这个盖子如果太大了 那遮天蔽日 比如说神上都有好坏 他就好静 这个人能沉淀下来 哎呀特别是现在年代人很熟躁 那么这个华盖就是 在时代来讲 就起一个一定的好作用 如果他太沉闷了 太静了 那就成了 沉去守卫 四大街空了 成为修行僧道之命了 当然他还可以主 比如说这个人有内涵 性格沉淀之后 他有一技之长 因为当这个库风冲的时候 他马上出来 一股力量 那个时候比 任何其他的这个 这个银跟武 正为一马 劲儿都要大 那么下一个呢 将星 将星就刚好是 他这个忠神 忠位 平武俱见虎 然后这样 那么忠神呢 他就是主将 凡事呢 我可以独当一面 是吧 即使不是我创业 我也能自己 独挑一摊 有这种心情 当然将一般的男人 更好一点 如果女人就显得强势 看他的局 如果这个女人 这个局很那个 但是他能 独长起来 相对的也叫好 但是 比起这些 富贵命啊 可能苦了一点 女人当男人用 一马 有点不一样 在哪呢 这个 引武虚见身 真是特别的一个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 三合之位所生的那个 之 他的隐身四害 隐身四害主动 主掌声 他生 他就要动 一马本来就好动 这种人的心情 然后 如果是 火 那就生了金 那为什么不是土呢 因为三合 把这个土都合进来 没有土 那说 他生 他就要动 就要走 如果你刚好是丙丁日主 那么这个一马是你的财 那 财 又马 这叫路马同乡 不光是 紫围头说有这个说法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来的 如果是官 那就走马上任 容易到处调动 一般当官 没所谓的话 他不会来个给你调的 这种一般 也是容易神官发财 那我们继续